第十四章 复活和被提训教士的赞美 启示录十四章一字二十节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似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舍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始同生 羔羊无赖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粗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荣软的福音要全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 海和众水源泉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喝血饮 大怒滋酒的巴比兰大臣倾倒了 倾倒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 大声说 若有人拜寿和寿的像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 成衣不染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活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荣荣圆圆 那些拜寿和寿相 受他名资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挂面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道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张家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张家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收持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持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中 那酒闸踩在城外 就由血从酒闸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搅环 圆有六百里 宙氏第一节 我又观看 见高杨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父的名写在额上 这节经文讲述重生的圣头 他们因狄基督则圣纳后 被复活和被体 在天上赞美走 因狄基督则而顺纳的圣头 和肉碎的圣头 现在在天上 他们唱歌赞美走 在第四节里 我们读到十四万四千人 唱这首新歌 那么你会想到 被提的人数 是否只有十四万四千人呢 但这里的数字十四 意思是所有事情都已经被改变 马太福音第一章 十七节 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圣头训难和被提后 主会将我们目前这个世界 改变成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替换这个世界 我们的主会建造一个新的世界 他将与他的子民一同生活 这是造物主的旨意 在天上赞美主的人 就是那些人在这个地球上 因信仰耶稣基督所赐的 水和圣灵福音 而成为圣头的人 因此 在他们的前额写着高阳和富的名字 因为他们属于基督 第二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 好像弹琴的索弹琴声 天上的圣头 是那些因捍卫主 赐予他们的拯救 捍卫只有主 才是他们神的信仰 而殉难并在后来复活的人 因为他们的身体复活 他们靠主的能力被提 所以他们在天上 因主的拯救 及赐他们的权柄而赞美他 他们的赞美声 如同流水声 那样美丽动听 又如雷声 庄重威严 他们在地球上 因信仰主赐予的 水和圣灵福音 而罪孽得赦 都容忍地 从罪孽中被拯救出来了 第三节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似火物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 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里十四万四千人 只被提的渗透 在圣经里 宿资十四 指一种新的变化 在天上唱着新歌 赞美走的人 是那些在这个地球上 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而领受罪孽得赦 及重生 而得到形象改变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 主在这里说 他们有十四万四千人 除了他们以外 没有人能赞美走 借水和圣灵福音 赐给他们守罪的福气 因此 我们的走受到了那些 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 而罪孽得赦的人的赞美 受到那些领受圣灵 作为他们礼物的人的赞美 第四节 这些人未曾沾然妇女 他们原始同生 高阳无赖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马来的 作为粗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圣灵使那些信仰 没有被世俗力量 或者宗教污秽的人 这个世界上 使得人容易改变他们的信仰 但对于那些因信仰轴洗礼 及其十字架上的血 并因此领受罪孽得赦 而成为圣灵的人 他们的信仰绝不会因世上的任何东西 而受到改变 升到天上赞美主的圣灵 是那些坚定不宜 遵循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并捍卫他们信仰的人 所以 那些在天国里赞美主的人 是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 而被主提起的人 第四节中间是这样写的 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你必须认识到 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 而全部清洗了他们所有罪孽的人 在重生后 无论主将他们引到哪里 他们都会跟随他 因为他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无论主将他们引向何方 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在末日时代 他们因信仰被狄基督者杀害后 会靠主复活和被提 会在天上赞美主 圣经还写道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粗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在这个世界的云云众生中 只有极少部分人 因信仰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 而从他们所有的罪孽中得赦 正因如此 我们的族在耶利米收 第三章十四节中这样说 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 从一族持两人 带到西安 日到水和圣灵的福音 并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只是少数 因为他们属于羔羊 他们将能获得复活的最粗果子 他们将靠主的能力被体 他们将荣愿赞美基督 这一切都是主所应试的 在这个世上 也有人无论主将他们影向何方 都会跟随的人 这一切都出于神的恩典和能力 第五节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靠信仰水和圣灵 获得重生的人 能够用贼全播福音 虽然今天有十多人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全播福音 但事实上 只有少数人 在全播水和圣灵的 正确福音 据全播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人 并没有全播 走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 才是圣经的真福音 因为义人心中所有的罪孽 都靠真福音的道被斩价了 他们能用贼满怀信心的 全播这个福音 第六字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全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 海和众水全员的人 重生的圣头 必是既是在地球上 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因此 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必是既是在地球上进行 直到圣头被提的那一天 只有那些信仰 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才会因敌基督则而遂难 只有他们才会被指到天国 每个人都必是敬畏神 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从而领受罪孽得赦和圣灵的礼物 如果今天的基督徒 不能感激 逐次的水和圣灵福音 他们对耶稣的信仰 将完全是徒劳的 创造整个宇宙 及宇宙中一切的 证实耶稣基督 因此 人力必是将耶稣基督 看成死他们的神 创造了人力 并饶恕了他们罪孽 赐他们拯救的神 并崇拜他 因为耶稣的手造就 并实现了一切 在内心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所有的人都能使罪孽得宽受 并获得圣灵赐福的恩典 我们这个世界 现在必是准备接受 耶稣对那些反对神的人的审判 当然我们必是准备好 被主执起的信仰 因为神审判的日子 已经临近我们了 准备被主提起的办法 就是信仰 主所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的道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人们才能领受圣灵 在末日来临时 他们会披戴在 被主提到空中的荣耀里 因此 一切的罪人都必是信仰耶稣基督 使造物主之神和拯救之神 并相应地拜他 他们必是在内心接受 水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受罪和圣灵的恩典 拜神的人在他们内心 会接受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的福音 而不会拒绝他 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拜神 第八节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将万民喝血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 这个世界将因耶稣基督可怕的审判而消失 因为宗教信仰本质上都是错误的理论 他会被神审判 这些世俗的宗教让人圣从这个世界而不是圣从神本身 并以他们作为反对神的器皿 这个世界将因此被毁灭 因为他们的百姓已离弃了神而追求这些世俗的宗教信仰 他们圣从世俗宗教 意味着他们圣从假神 魔鬼 因此神会愤怒地毁灭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的一切 以及所有假宗教都会被神毁灭 都将引下神愤怒的酒 因此所有违抗神的人 以及所有像寄生虫一样 依附在世俗宗教的魔鬼 都将因神降下的灾难而毁灭 并被抛入到永恒的地狱里 第九字十节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寿和寿相 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成衣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活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神在这里警告每个人 如果任何人拜寿或者他的偶像 或者右手在前额接受他的印记 都会得到地狱的惩罚 撒旦通过众人的工作 会强迫人力启拜 按照狄基督者模样造成的偶像 但那些重生的人会与狄基督者战斗 殉难来捍卫他们的信仰 重生的圣头必是捍卫他们的信仰 必是反对狄基督者并殉难 任何人吃福狄基督者 拜他的偶像或接受他的名字 或送子印记 都会招致神的愤怒 都会被抛入到火和硫磺的 溶恒滋火中 当大苦难到来时 圣头必是拜神 捍卫他们对主的信仰 充满对天国的希望 他们必是信仰耶稣基督 反对狄基督者 捍卫他们的信仰 参与顺难复活和被提 这样才能获得 与狄一同之坐在天国里的 荣恒赐福 第十一节 塔树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荣荣圆圆 那些伴树和树像 树他名字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拜撒旦为神的人 会遭受神降下的灾难 和地狱的掘磨 容不得安宁 在末日里 无论谁屈服 狄基督者 和像拜神那样去拜偶像 都会在充满神愤怒的 活和硫磺之中 受到折磨 我们必是全部相信 任何圣从树和偶像的人 及接受受印记的人 都将不得安宁 第十二节 圣头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 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因为圣头相信 主应使他们的一切财富 荣耀和赐福 他们必是耐心忍耐 他们还必是坚持苦难的时代 主对末日里圣头的硬食是 在他们殉纳 并靠主的能力复活后 他们将受恩赐 得到与主一同生活的赐福 他们将被指到天上 圣头这般忍耐 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赐福 他们能与主一同 参与羔羊的婚宴 与他一同统治一千年 死终与他一同生活在天国里 当末日来到时 圣头是要殉纳 捍卫他们的信仰 他们必是忍耐地坚持 这个时代的一切苦难 生活在我们当今 这个时代的圣头 在受到狄基督则的威胁 压迫和诱惑 出卖他们的信仰时 必是拥抱他们的殉纳 信仰主的硬食 为什么呢 因为不久之后 我们的走一切福气 就会像他硬食我们的那样实现 因为不久之后 我们走的一切福气 都会像他硬食我们的那样实现 只有信仰神的道 信仰主的所有信徒 才能领受他们的报答 因此我们务必要保持 对走得到的信仰 神会花银那些信他的道 信仰耶稣基督的圣头 加入这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 释放主的福音的圣头 为何必是忍耐地坚持苦难时期 一切艰难困苦 为了未来更美好 我们是要耐心地忍耐目前的苦难 罗马书第五章三字四节告诉我们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靠信仰主忍耐着坚持大苦难的圣头 将过上一种得福的生活 从他那里获得复活和备体 统治他的王国 因此我们大家必是靠信仰忍耐苦难 只要信仰主 圣头就能真正地坚持末日的大苦难 圣头们相信主会为他们实现一切愿望 包括这个世界上和天上的愿望 第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这节经文在这里说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苦难来临 也就是说 敌基督则统治这个世界时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罪人 都要被毁灭 因此 圣头必是盼望基督国的来到 捍卫他们的信仰 荣抱信仰的迅难 因此 那些通过迅难荣耀主的人会得福 所以说 他们必是迅难 捍卫他们的信仰 然后 总会照顾这些圣头 复活他们 将他们提到他的王国里 之后 圣头在地球上的所有劳动都将结束 他们将享受到 走次日的暴打 这个时候 所有的圣头都能享受到 与主统治新世界的 荣生的快乐 天国里的财富和荣耀将 荣耀属于他们 所以说 在末日里 捍卫他们信仰的人得福了 因为他们将享受千禧年王国 所有的财富和荣耀 荣耀制作在 荣恒的天国里 对于那些不屈服受 并捍卫他们对主信仰的人 神会赐他们 荣软于主统治世界 第14节 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挂面 手里拿着块镰刀 该节经文告诉我们 主会返回来提起圣头 因为主是圣头们的主人 他会复活所有通过 殉难捍卫他们信仰的圣头 并将他们提到神的国里 在大苦难时期 被提肯定会发生在圣头身上 第15节 又有一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下纳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这道只主完成了圣头们的背体 从时间上来说 背体将发生在圣头迅纳之后 那时主会提起肉碎的圣头 也同背体的还有迅纳的圣头 圣头信仰的实现 体现在拯救 迅纳 复活 和冗生当中 圣头背体的时间 发生在受敌基督者残害的迅纳之后 在复活的同时 第16节 那坐在云上的 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该节经文指 圣头的背体 背体的意思是将圣头指到空中 这道的意思 是不是说圣头将被指到空中 然后和主降临到地球上呢 当然是的 在圣头背体后 我们的轴将倾倒下七万灾难 毁灭地球 大海 以及其中的一切 在这般的毁灭地球之后 它将带着背体的圣头 一同降临到地球上 然后主和他的圣头 会在这个地球上统治一千年 高阳的婚宴过后 他们会深入到 永恒的天国里 当圣头与主一同参与 高阳的婚宴时 主已经更新整个世界 及其中的一切 在他们背体后 圣头将与主待在空中一段时间 在七万灾难全部结束后 他们会降临到这个更新的世界 与主统治一千年 然后他们和主一同进入神的国 并与他一同容软生活 第十七节 又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在这里出现的天使 是审判官天使 这位天使会向那些反对神的世人 落下极大的灾难 并将他们抛入到永恒的火中 他的责任是将世界上 一切没有重生的罪人 连同狄基督者和他的仆人 也同抛下并绑在无底坑里 第十八节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 收持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这道告诉我们 人因为违抗神的罪孽 而受到神审判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神的时代 会有执行他计划的时刻 为了对罪人执行火的审判 神会召集所有罪人 和所有反对神的人 并对他们做出相应的惩罚 第十九节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持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中 这道告诉我们 在圣头被提后 狄基督则和罪人们 在七网灾难的打击下 遭受极大的痛苦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神也会将他的愤怒降临给罪人们 向他们倾倒下可怕的灾难 然后是地狱的惩罚 神倾倒给这些罪人 地基督者和信徒的灾难 就是他义的愤怒 这就是神对那些违抗他的人的报应 第二十节 那九杂拆在城外 就由血从九杂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脚环 圆有六百里 这节经文再次告诉我们 神愤怒的惩罚是多么的严厉 那些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包括人力和动物 都将遭受七万灾难 他还告诉我们 这些灾难会报复整个世界 当圣头殉难 复活 被提时 就从这一刻起 七万灾难的愤怒 就会一同落下 毁灭一切 只有在天上 那些站在神一边的圣头和天使 能逃避这些可怕的灾难 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违抗神的人 只有地狱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 相比较 那时重生的圣头参与走的婚宴 感谢和赞美他的拯救 从那时起 圣头将荣染与走一同生活在他 永恒的赐福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